通常要去旗柳部部,都是從燕草這裡來,下交道往義大醫院 然後再往燕草市中心 然後從這個丹丹哈堡這條路進去,就是燕草的市中心 如果台南下來的,可以從這邊下岡山交道,就是從這裡出來 然後再直接開進去 前面這裡是丹丹漢堡岔路口 進來就是燕草的,算是鄉村的中心 這是他的信仰中心 前天上帝,就叫做威靈寺 然後從這裡開進去 這邊有塵蝦 這邊有塵蝦 對威靈寺,大概1.1公里 應該是這裡,旗柳巷 這裡要彎進去 這條路稍微,它沒有標示要去旗柳瀑布 往前開200公尺,叫做梯字形 往左很明顯就像旗柳瀑布 再來就繼續沿著這個主要的小道 一直開,開到夜總會 這個路稍微要注意一下 我們都是沿著主要的幹道 路很小的 剛才那個旗柳瀑布招牌 左轉進來1公里 走一個插入口 插入口上去可以到旗柳山 然後這邊再開進去 應該500公車就夠了 都是這種路 這就是夜總會 那時候 衝到台 Dok 口上去 到這個鐵柳柳 墓園管理廚家 車可以洗到天爬 然後 在步行進去應該是 差不多 300、500公尺 現在才9點14分,在這管理廚家 先邊做平地走到旁邊來國菜園 這個管理廚家,都在這裡 走到那個地方,這個網子的後面那裡 在這裡 這裡的路,比較明顯 他瀑布就是在這個山裡面 所以要往這個枯木的後面那個竹林 在那走,太嚇到西谷 在這裡,不要在這裡 完全在這個 反正就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 現在夏天,而且這裡是低海拔 所以要走一看,超好有座的 來到這裡就金本了 都沒有了 現在我們是在這裡 來到這裡完全沒有路 我在這裡偷看 這也沒有路 沒錯,在這個 往事這裡走進去 走進去,在這裡 這裡有 這裡有 這裡有那個 這裡 這裡有路 不適合的路標 在這裡味道不對 但是 這裡慢慢開 這裡慢慢開了 那就是在這上面 這裡走下去 它這草 稍微有注意 所以要走到這裡 注意 然後 然後 下來的路徑齁 就比較明顯了 這裡長得要注意 這裡長得要注意 這裡長得 這裡長得 這個 有一點 明顯的小路基 走 等一下沒有路 所以 你要注意 而且 周圍 有的 有的 所以 再進去的話 那個 小黑雲就很多 看到沒有人來 前天 有這麼多褲子 要走過來 小魚 這裡有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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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褲子 在這裡 連著這裡下到 會比較有褲子 它是沒有路 這裡有一個 還沒有什麼路 這邊 就是從這裡 這裡有褲子 這裡有褲子 看看這裡有褲子 這裡頭上把褲子 圓圖 這裡都有陷阱 要注意 回去 一定要往回看 一樓 路徑是這樣子 都不明顯 還可以這麼下去 走 下去就是到西谷 這裡會滾 注意 會滾哦 這個叫 三星人士 帆布條 然後 最重要的是 回來的時候 你走西谷的時候 要知道你在哪裡下車 因為這邊的地前 都長得一樣 這裡有人 走過 都還 去哪裡我沒走 我是走在這裡 走在這裡 走在這 西谷 然後再來就往上游 走 在下游 往右 往右 至上游 走走 upload 很好走 好 那對這邊 一下解湯啊 其實都是泥沿、泥死 所以這邊的石頭 都沒有堅硬 好,在這裡走一走 可以用上切 你不用 然後這個頭 用前胎 好,好,好,好 來這裡建議 欸,啥? 第三張 在後面吐一個 看樓清那個黎巴 樓樓 用這個 一個那個 下線 在後面打草金蛇 在後面 在後面 底下這幾股 西谷過來 大概 一百公尺 還可以 這裡 這個小土堆 看到沒有什麼 其實這邊 這邊 正前有一個拉繩 再上攀上去 就可以到 旗柳 山瀑布 還有旗柳山 那邊的山腳點 在上面 但是太久沒人去 那整個 也有探方啊 那條繩也沒看到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哇,差不多 九年沒來 八九年沒來這裡 這裡 這裡差不多 至少有 六七次 陸屏越來越磨 這就是 傳說中的旗柳 復步 然後這邊的石頭 很神奇 你看看 這石頭 其實 它這樣扛 扛起來 所以這邊如果要攤岩的話 很危險 你怕那個岩邊的位 可以 打得來 這就是 岩的瀑布 現在目前 算是它最大水量 長夠了齁 但它的水是這樣子 這邊要來可以 好大雨過後 才顯現出魚的狀況 終於到了 還不開心 走去中間 過不超 啊 那那那 這紅色啊 現在我們在那 紅色上去 那邊可以到 岩部屋頂 今天兩個人齁 稍微虛漾 所以 回來啊 這就好了 好 再見 這就是 岩的瀑布 最旺盛的時候 岩的水就是這麼大 在上面那裡 它們 除非 要風乾天啊 不然它水 這 這 這 算是大 長夠了齁 像這 一段 喔 它的 鑽錢來了 都看到了 大概 八年前 來過 現在是這裡 新的 上去的這個點 这些 管理处帖的又一样 让大家 丢进来 等下咯 不能经理工 这个咯 管理处帖的又一样 让大家 我进去 到这边去过 这边是没有人走过 然后上面这里 这边就还有一个林线 感觉是很像那边山步道 然后后面那边 还有一个人造的 那个圣兰沙爸爸 那边至少看起来 那边 那边 三五十米 右边这些头套 感觉刚刚行邦啊 这发现 批行十 那这走去 差不多 两百公尺的 那两百公尺以内 就是到 就要往上切 回登山口 要注意 那这些头套 都转转 在带的圈要注意 那等一下先 那边 好了,回去了 那这 那在穿短的 遮掩帽 那我带的那个手套 拉扇 那像我去穿 防滑的鱼啊 我这 很滑 这啦 这就是要去瀑布顶 这条路 这条路 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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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有走 要走也行 可以 没说到 没说到 这路 这路 很简单 好 好了 走 10点 3分 对于瀑布走到这 31分 出来比进去还难 因为吼 扣扣啊 那路基 都长得很像 再来家 千万千万 一定要做好功课 要是好 原土也是有布条啊 你要注意这有框哦 但 那都做老旧的 也做不明显 啊 出来要进来这条路 成为这样 外观 你基本看不出来 是一条路 感谢前辈 救命的布条 还一定要下载 零仙壁图 好 齐柳山 探险之旅 到此 登山口 哈哈哈 我